空气悬架工作原理就是用空气压缩机形成压缩空气,并将压缩空气送到弹簧和减震器的空气室中,以此来改变车辆的高度。 在前轮和后轮的附近设有车高传感器,按车高传感器的输出信号,危机判断出车身高度的变化,在控制压缩机和排气阀,使弹簧压缩或伸长,从而起到减震的效果。 空气悬架给予了汽车更多的灵性,当你在高速行驶时悬架可以变硬来提高车身的稳定性,而长时间在低速不平的路面行驶时,控制单元会使悬架变软来提高车子的舒适。